同学们好,现在开始上课 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学习 讨论研究方济学 方济学呢,是在中医基础学科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门学科 因为它充分体现了中医的特色 其中反应在 因为它在临床上体现出一种 整体动态的特点 也就是说中医学的基本特点 整体观思想,动态的思想 是在方济学上反应得非常突出 因此它是中医学和现代医学 在学科的重视方面 很大差别的一个方面 现代医学,中药清方 它是以药物为基本单元 即使有方,也把它还原为药 中医学呢,它是有清药重方的特点 当然有些人说重药更重方 所以这个学科在中医学上 中医学上很有它的特色 下面呢,我们开始讨论第一部分 序言 序言就是开场白 对序言里边我们要研究三个问题 第一个,什么是方济 什么是方济 什么是方济学 方济学的性质 学方济学的目的和任务 方济学的学习方法 这三个方面 下面呢,我们讨论第一个 什么是方济和方济学 首先看方济 过去呢 有些人误解为 处方签上写上几位药 一个药物群体 往往就说 这个方济 怎么样 把任何一个处方和方济等同 这是不恰当的 因为方济有很严格的规定性 从文字来讲 方有规定 规矩的意思 历来我们讲 以规成圆 以矩成方 不以规矩呢 不能成方圆 所以这里方 本身就有一个规定性 规矩的意思 记呢 在我们 这个文字学的发展过程当中 记这个字 出现比较晚 在战国以前 都用的 现在我们整齐的齐 这个字 这个字两个字 相通的 从工具书上来看 包括像康熙字典 词元这一上面 解释这个记呢 排比而整齐为之记 称次而无杂为之记 那排比而整齐是指的 四五排列当中 不管它有的是高矮 有的是多少 它都有一定的整齐度 也都有一定的规矩 这个呢叫记 有些情况下 即使是高高低低的 就称次不齐了 但是它符合一定的规定性 有一定的规律 也叫记 称次而无杂 而不杂乱无章 所以从这个工具书上 写这个记的一个含义呢 也有强调它的规定性的意思 所以这是从方和记 文字上的 看方记的这个意义了 所以由此可见 方记是以要无 按一定的规矩和方法组成的 要无按一定的规矩和方法组合 才能成方记 我们汉书的一文字里 第一次提到了 这个方的一些规定性 虽然比较模糊 但它涉及到 组织方记当中要考虑到 药物的寒温 也要性了 药物的性味 针对疾病的具体情况 这样呢 经过一些 炮制加工调配 水火之际 水火之际 它有这个 炮制加工这个在里面 达到通壁解极 反制于瓶 治疗疾病了 所以这里也强调了一些规定性 所以我们说方记应该是在 辩证论子确定 治法之后 选择合适的药物 着定用量 按照组成结构的要求 妥善配偶而成 那这个环节呢 首先是通过辩证论子 确定治法 在治法这个指导下 你选择药物 这个药物呢 有一定的计量规定性 然后有组成结构的要求 那就我们后面要讲的 君臣作识 组成的一种基本结构 这样才配偶而成 这是对方记 这个定义的一个认识了 从这来看呢 方记不是一个简单的 药物拼凑或者堆积 也并非任何一张处方 都可以被称为是 符合要求的方记 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学习 有关方记知识时候呢 对此应该有一个 比较清晰的认识 也就是说 方记是有规定性的 不等于你写在处方纸上 几个药 它就符合方记的要求 就能称为是 配物正确的方记 这点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中医药学 它有独特的一个理论体系 有自身临床运用的规律 它和民间医学不同 现在在联合国卫生组织 把整个传统医学 立为一大类 近年把中医学单独脱离出来了 成为中医药学 因为世界上的传统医学来讲 极大多数还处于民间医学的水平 民间医学和具有独立的 完整的理论体系的中医学 这指的方面是有区分的 我们现在这个国内的中医学 有很多和民间医学呢 还有在概念上 人们不是分得很清楚的 你譬如有一些地方 地上摆一些瘫瘫 他也可以看病 抓点药 你胃痛 我抓一点给你 他脊胃药也是个方系 这是民间医学水平 往往对病 对症 对症症状的症 这个治疗 有没有疗效呢 也有一定的疗效 也能解决一定的问题 但他没有在整个中医学 这个方药理论这个指导下 所以还不能成为方剂 只能成为一张处方 一张方子 所以开始的时候 讲方剂的概念呢 我们就对这个 要有一个区分 一个界定 方剂学的含义 什么叫方剂学 方剂学是一个学科的名称 那我们 进几版教材写到 基本上的定义呢 是差不多的 方剂学是采明和研究 自法和方剂的理论 及其临床运用的一门学科 这句话 看起来很简单 它包含着强调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方剂学是研究 方剂学是研究和采明 制法和方剂的理论 制法和方剂 中医药学 历来呢 用理法方药 四个环节 来概括它 中医药学这个理论体系 我们往往用理法方药 这四个环节来概括它 理事理论 包括生理病理 包括也就是说 脏相学 所谓代表的生理学 病因病激学 所谓代表的病理学 以及呢 制法 方剂 中药 理法方药 那这四个环节 在方剂学 在讨论的方面来说 不仅仅是方 很重要还在法 所以这个方剂学的含义理 第一个强调的呢 方剂学是研究 法和方的理论 就研究这两个环节 第二点呢 从这定义可以看出 方剂学 不仅仅是理论 还非常强调临床应用 所以它要在 理论和临床应用方面 探讨 制法和方剂的本质 探讨呢 它的运用规律 是第二个 就要从这个定义里呢 理解的 从这个学科的性质来讲 现在我们一般 从学科的 划分来说 划为中医学的 专业基础课 是中医学 主要的基础学课之一 往往又把它叫做 主干课 在基础学课中的 主干课 实际上呢 中医学的中间 方剂学啊 在传统学习中 是个桥梁课 桥梁课和 基础课呢 概念上还一定差别 因为作为 方剂学 它的构成 运用的知识基础 是前面的 中医基础理论 中医争断学 中药学 作为它的基础 而它后面呢 紧接着 是临床课程 安排的中医内外 福尔各科 所以这部作为桥梁呢 实时 学员学习 从基础 跨越到临床 一个过渡 所以它是个桥梁课 从传统的中医学 教学方式来讲 过去都是以 世代图的形式进行的 在世代图的学习当中 往往先读本草 后背汤头 就上临床 所以学汤头 学方剂 往往是 随时啊 在上临床过程当中学习 过去因为 传统中医的教学呢 它没有像现代的 大生产式的教育体制 这样由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到临床课 这样一个比较系统的过程 所以从传统学习当中来看 中医学的方济学 是一个桥梁课 带于桥梁课的特点 那学习方济学的任务 是什么呢 当然我们学习 方济学的任务 是通过一定数量的 常用方济的 讲授和学习了 引导学生的掌握 主方原理和配偶规律 主方原理配偶规律掌握 过程当中 能够培养学生 分析运用方济 和临床主方的能力 这样这位 以后学习的中医 临床课程的奠定基础 这里要注意的 通过学习一定数量的 常用方济的讲授 这方济呢 我们的教材里 把方济基本上分为三类 根据方济的不同性质 分为三类 这三类 所指的是基础方 代表方 常用方 基础方 是历代方济学 发展过程当中 总结的一些 针对基础病基 基础阵型 所确立的方济 临床的教授 单独的那几位要使用 它反映着一个 一些病基共性 病基方面的共性 所以这一基础方的学习 有它学习的特点 我们在后面的内容当中呢 要探讨这个问题 所以方济分类 根据属性分类呢 第一类是基础方 代表方 所谓代表方 是在中医学发展的 历史过程中 一些医学流派 或者一些医学大家 它在理论上 创新的同时呢 相应临床上产生的 代表这种理论的 典型的方济 典型的方济 这个 在历史上 这类方很多 比如我们今后要讲到的 像补中一汽汤 当归补血汤 这集中反映了 李东元 甘温 甘温除热制法 又譬如像朱丹西的 大捕音丸 其中反映了它 学术思想方面的 阳长有余 阴长不足 捕音学派的思想 那这类代表方的学习 有它特点 要结合它的 学术思想的特点 来理解它 来理解它 第三类呢 是常用方 那这类方济呢 是经过很多年 临床运用当中呢 被公认的 确定有效的方济 那这一类啊 叫常用方 当然这三类方济呢 可以互相肩跨 很多的常用方 本身就是代表方 有些基础方 也具有代表方的特点 所以也可以肩跨 也可以集中 单独反映 哪一个方面的方济 所以从 刚才我们谈到的 方济学的任务 通过一定数量 方济的学习啊 这类方应该是三种 基础方 代表方 常用方 而每一类的方 在学习的要求上 是不同的 我们不能说把一些基础方 也照常用方 一样的学习 由于它 在历史上的地位不同 它针对的 并基的面的宽窄 不同 所以学习的方法呢 也有所不同 这在我们后面各论当中 针对具体方济呢 这方面应该有所体现了 总之通过这个学习 最终目的是 培养学生 学习分析 运用方济的 能力 特别是在临床 组方的能力 这样呢 能够为学习中医 临床课程奠定基础 这是方济学的 任务了 在序言方面 我们还要讨论一下 方济学的学习方法 美梦学科呢 都有自己的一个 相适应的学习方法 对于方济学来讲 我们这里 提了主要的五个方面的 针对这个学科特点的 学习方法 第一个呢 仅为联系乙学 各科的知识 从方济学来看 它的内容 和前面所学习的 中基 中针 中药 密切相关 你学习它的组成和方解 如果不熟悉 中药学的知识 就难以理解 难以分析 它的功用 它的组织 那也是联系到 争断学的知识和中基里面 智责方面的 知识的基础 所以呢 要密切联系 以学各科的知识 学习方济学的同时 经常呢 针对有关问题 要去复习原有的课程 而且学习方济学 过程当中 也能使你呢 加深对原有基础 可能学习的 更深入的理解 更深入的理解 这是一个 相辅相成 相互印证的 一个关系 第二个呢 要正确处理 理解和记忆的关系 过去的学习 方济学的过程当中 很多学员 容易走向两个极端 一个呢 就死背 死背 那就是说 背汤头 我背得越多越好 我理解不理解 先把它背到再说 那这传统的 根思学徒呢 是有这个 这个特点 因为往往年龄还小 先背下来 以后慢慢理解它 先背下来这一点 这个是可以吸取的 但是绝不能啊 在现代的教育当中呢 停止于这个程度 更重要的是理解 很多理解之后呢 结合逻辑推理 可以加强这个记忆 这两者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这个两个方面的结合 理解和记忆的关系 特别是理论和实际 联系的关系 方济学是个桥梁课 它虽然有很多基本的理论 但直接接触到 面对到临床的运用 所以如果说 学习方济 仅仅是理论学习好了 没有临床实践的机会的话 或者是自己不重视 临床实践运用的话 对方济的理解是不深刻的 所以一定要呢 理论 联系实际 方济学 这门学课的学习 主要是在课堂进行的 实际上 只进行了一半 更主要的是要在临床上学习 不仅仅是在临床的实习 间隙当中的学习 而今后工作以后 工作过程当中 还要不断地通过实践 去反复地深化 反复地理解 这是学习当中 要注意的第三个问题 学习方济学 要注意第四个方面呢 我觉得是背诵 一定数量方割很重要 但要讲究背诵的方法 讲究背诵的方法 因为近一二十年来 传统背方割的 背诵方割这一点上 也产生了很多问题 因为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 给学生一般强调是 背两类方割 这个后面我们还会提到 这个问题了 当然这里先 先说一下 这个各个论当中 教材后面附有方割 基本上都是按照 传统的 大家运用最多的方割 以唐特歌诀为代表的 汪昂的唐特歌诀 它的编写方法 为代表的这类方割 到目前为止 也应用最多的 传统应用也最多的 方割编写形式 这类方割 首先它有方明 同时它有公用 有的有组织 要组成 简明额药呢 照顾到比较全面 比较实用 所以才成为人们首选的 运用最多的 当然背诵方割 历史上还有另一类选择 那就是 以承修员的长沙方割阔 经贵方割阔为代表的 这种方割编写方式 它把药物的用量比例 或者是绝对用量 都编在里面 编在里面 那对于深入研究金方 研究张中锦的方 在临床上运用当中 体会 这点呢 是比较有效的 也就是说很多在 初步学习以后 提高的阶段呢 喜欢 被承修员的这一类方割 它和 汤特割绝的方割 有什么区别呢 很大一个方面是 没有方明 没有这张方字的名称 没有方明以后啊 就 时间九方倍的多了以后 就互相混起来 比如有的方还好说 酸枣仁汤 按照长沙方割扩张 酸枣二生先煮汤 扶之二两左之梁 胸肝隔一香调剂 佛侯天然入梦香 当然这个药量比例 这些都有了 所以安神方面的方剂 功效也反映出来了 幸好第一位要军药 酸枣仁 大家容易背出来 但是你如果换个方 折胶诸福华香莲 客偶心烦可不免 药都在里头都记下 最后十年九月 这是个什么方啊 就想不起来的 猪灵汤这个方明了 所以这样呢 要被 这个汤头被多了以后 这个没有方明 带出 又方明领出下面的内容 对整个方的记忆上 或者混同上呢 会有 会造成影响 这个 这是 这个第二类的 放割 第二种形式的 这里往往作为提高 临床的体会 经方的 配物严谨 用量恰当 这方面 有作用 这是传统的 第二类的背法 但近年来 具体讲 有将近 二十年历史的 出现了一种 被趣味放割 我把它叫做 趣味放割类的 这种方法 被趣味性放割 开始是一些 学生字发编的 后来 形成一些方记的 年轻老师也参与当中 在帮学生编这个 我们学校也有 而且不少出版社 出了这类的 趣味放割 这类的书 它是方式呢 用一种 人们熟悉的 人和事 或者呢 比较有趣 语谐的一些语言 同音字 来写方割 它既没有 方割的名字 因为它要求 简短 而且呢 也 多数用谐音 这种方法 只能很短时间 来应付考试 它只能在 临时呢 你复习基础上 组成脚 多有几个方 背不下来 那明天要考试了 我今天 编剧顺口溜 进考场前 赶快 把它背一下 一打开卷子 看有没有这个方 没有就忘掉了 以后就赶快 把它写下来 去有一方 各背法 怎能这样 否则的话 长期对临床运用啊 特别学生 学员在 开始学习的时候 用这种方法呢 后面效果是 很差的 你比如他们 当时我营养挺身 被那个方哥 跟我讲 暖干煎 那两句话 很好记 那个班上 都传开了 乌龟狗肉香又香 加点茯苓和生姜 这很好记啊 到最后香又香 都是什么香啊 早就不知道了 终于有多少香啊 不要说是到将来用 就是说到学纪 结束考试 那个香 他都已经搞不清了 所以像这类的 被这类 确认方哥 我利来反对的 我们现在能背一些方 基本上都是在读书时候 年轻的时候背 也很多背 背汤头 当然一定的时候 临床用的多了 逐渐的就会 不是依靠背汤头了 而是依靠 它的结构关系 这些呢 来记住它了 在初期学习 开始学习方机学的时候 那背诵一定数量方哥 正确选择这些方哥 这是很重要的 最后呢 学习方法中间 还要强调一个 预习和及时复习 我呢 历来强调预习 这个预习过 和不预习过 听课 完全不同 这一点 在84年的时候 现在说起来 19年前了 我们就做过这个实验 叫同学们预计 开始他们还 没抓紧 发现这个是 教育效果下课以后 到第二天 他把课上的东西 已经忘掉很多了 那后来我们就 来个实验 这个实验是 叫同学们两个组 一个班队 我分成两个组 第一天晚上 叫一个组的同学来 明天 两节课 我要讲四个方 那这四个方呢 分别提点问题 你们就看 另外一组不通知 然后第二天上完课以后 晚上又来 那又来呢 那全 全部 整个班都来了 预先不通知了 出几道题 包括组成 包括公用 包括组织 还有一些 方中的 军城类的重点 要的 它这个含义 配偶意义了 最后 听过 头一天 叫他们坐在看 也得预计了 实际上时间 限定半小时 你就 那四个方 看一遍 就行了 考虑一下 那几个问题 就行了 就半小时 那他们能够 写出60%以上 就下了课 还没复习的 晚上就来 好的写到80% 另一个部分 同学呢 那就明显的差很多 有些呢 四个方 一个方都写不出来 所以这两个 比较 结果 叫同学们讨论 以后他们都预计了 很自动 都要预计了 实际上预计的时间 能够 减少后面 复习的时间 预计好了 复习时间就少了 所以我强调呢 方济学的学习方法 加强预计 当然及时复习 也是很重要的 及时复习 也是很重要的 温故而知心了 我们前面讨论的 序言的内容 主要包括了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谈了方济 方济学的这个 含义 什么是方济 什么是方济学 方济学的 学习目的 任务 方济学的性质 以及呢 方济学学习中 应该注意的方法 序言主要讨论三个方面 三个方面 一项方哥呢 刚才我讲了 方哥选择三种类型 我们强调呢 最好以 汤德哥绝类的方哥呢 作为初学方济的时候呢 主要 选择背诵的方哥 至于 长沙方哥 阔类的方哥是不错 以后呢 没有方明啊 多数没有方明 彼此容易混淆 虚伪 记忆法内的方哥 那是不作曲的 序言我们 就讨论到这里 下面呢 我们 讨论总论开始的 第一章 总论开始第一章 方济学的发展简史 发展简史 怎么学 方书啊 非常多 在中国古代的 一纪当中啊 在一书当中 方书占得最多 占得最多 那这么多书 不可能呢 在简短的时间内 很短时间内 能把这么多书 特点都掌握 而且在不同时期内呢 由于这种 社会经济政治 条件的不同 每个时期 有每个时期的 它的特点 所以我们在这里 方济学发展简史 这本教材 让学的内容呢 比较多 要考虑呢 教学要求当中 突出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 每个时代特点 要了解 那将来你得 选择运用这些 古迹当中 古代方术当中呢 你都会知道 不同时代 它有哪些特点 根据特点来学习 在选用 第二个呢 这么多方书里边 在每个时代 选择有代表性的方书 作为重点 学习了解的内容 每个时代 有代表性的 要知道这些书的一种 时代 历史意义 这些书的 对方济学发展 当中的贡献 所以在这里 并不是所有的方书都要求 我们在 按照 从先秦开始 到我们 近五十年 分为七个 历史时期 分为七个历史时期 在这个 到明清为止以前的这个 到清为止以前的这个历史 古代 把它 定出十四本方书 那作为本科同学呢 应该掌握的 掌握它什么时代 掌握它 历史意义 它的一些特点 作者 第一个时期呢 是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 在方济学的 发展简史方面 它主要是方济的产生 和初步的发展 方是后于要产生的 这肯定的 从远古的鲜明来讲 首先是 跟药食同源有关系 发现了中药 也都发现了药物的治疗作用 随后呢 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呢 了解到药物之间 相配 即可运用啊 效果更好 逐渐呢 在相配当中 认识到药物的 多种功效 这就形成了 初误的 方的用法 配方 这种用法 我们把它叫复方 复方产生 于药之后 在逐渐发展过程 是很长的历史时期 在古代的 著作当中看 古迹当中 描述 两味药 像结合的 用药来说 是比较晚的 比较晚的 我们现在 把它只能界定于啊 就春秋战国 这个时候 这个最早什么 产生 现在很难界定 但作为 先秦时期来说 包括秦和秦以前 叫先秦 这个时候的 方书呢 主要现在是 反映52病方 52病方 被认为是 现成 最早的方书 现在能见到 最早的方书 把它的方 所制的 并呢 划分为52类 现代人 整理当中了 从它的实践来看呢 不同的教材 前后啊 也写了 不同的时候 最晚的 写到1979年 最早的 写到1972 73 74 也有写的 不同的书里 所以到 长沙马王堆 这个 博物馆参观了 跟他们讨论 这实际上 含义不同 72年计划开始发 增增 乡下挖是73年 挖出来是74年 整理成书 出版是79年 所以大家很多 写的时间不同 抓住一头 我有时觉得 应该是地下挖出来 这个 走检 见天日那个时候 那是出土了 不是说你出版 就这个书产生 现在看在战国时期 那我们现在出土发现 是在 应该说出来 七三七四这个阶段 这个方书 还是出于 相当于从民间医学水平 因为没有反映出 很多辩证论制的东西 但是当时 应该说到 在两千多年前 已经有这样的 一个规模 那还是很了不起的 说明富方 运用到一定的规模了 分了历史上这个特点 所以它的历史意义呢 是现存我国历史上 最早的方数 那过去都把 皇帝内经的 内经十三方 看作是历史最早的方数 实际上内经最后成书 应该说是汉代 这个欺骗大论呢 也就是到 唐的这种整理修改过程当中 完全才形成 所以这个 现在我们说最早的方数 应该是52并方 当然今后如果出土 又有了更早的 那就又往前推了 第二个阶段是两汉时期 这个时候时代的特点是什么呢 对方济学的 这个 形成 这个学科形成 和理论基础的奠基 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 或者说基本完成的 因为前面是一种复方的出现 复方开始这个形式呢 出现了 而且形成一定规模了 方济学这个学科 方济学这个概念 不管从实践的运用到 理论来说都不够的 到东汉 西汉 两汉 这个时期呢 方济学基本形成了 这学科 点击了 主要影响 皇帝内经 有三汉杂兵论 具体来讲 皇帝内经呢 对方济学形成中的 在理论基础方面 主要是它的一个贡献 点击 起到了方济学理论的点击工作 具体反映在这几个方面 第一个呢 我们现在 在这个统率治法的是 治责 治疗原则 不管是 扶症去邪 或者平调阴阳 调和气血经验 因人因地因时自宜 等等这类 适合于一切病情 所需要的一种指导事项 那这个治责 把它称治责 在中医基础理论里学的 很多内容 基本上都 皇帝内经里建立了 这是他的一个 对治责方面的一个贡献 第二个呢 皇帝内经 写了很多的治法 归纳了非常多的治法 你不管后世总结的像 陈忠明归纳的八法 或者张景月 他归纳了张景月的治法 他也就是 新方八政古方八政里边的 这个体现的治法 或者是实际里边的 这些治法 几乎在内经里都已经 提到了 都总结的 所以治法理论的建立 也是在皇帝内经 对方济学贡献方面呢 皇帝内经里边的十三方 过去认为是 也是经方范围了 认为是最早的方济 那从他的十三方里呢 从记性啊 这个伏法呀 以及到他这个 临床使用针对的 这个组织和后世一些运用的意义上看来 都有一定的基础 一定的这个价值 虽然方量不多 反映出这个时候的 用方方法 或者是从记性佛法上 比五十二并方时期是有 有进步的 这是内经十三方 对方济学的一个作用 第四个呢 在方济配武的 基本结构方面呢 内经上 开始提出 君臣左使的理论 提出君臣左使的 组织方济基本结构的这种要求 这是 黄帝内经对方济学的贡献 当然黄帝内经是个 对整个综艺基础理论的奠基了 我们这里仅仅分析 对方济学的联系 和对方济学的贡献 在黄帝内经 这个对方济学 奠定他的理论方面 和当时的 和当时的内经的很多思想出现了 也就是说 因为中医障相学术 完全形成 也是在西汉的后期 西汉后期 这个 阴阳五行学术 用到医学上完全成熟 也是西汉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加上了全球性的那场流行病 这样 在这种和疾病做斗争过程当中 总结了大量经验基础上 产生了伤寒杂病论 张仲敬自己承认清秋古训啊 博彩众方了 耶稣 首先学习了这个 灵术了 所以这个前提下 产生伤寒杂病论 那伤寒杂病论的 对方基学的贡献呢 那更加直接了 首先他建立了 自法对政 政后的本子是病基了 那针对病基呢 产生自法了 自法指导下 组织方基了 所以说他呢 容理法方药为一体 容理法方药为一体 那就自法方基啊 在临床实践中 和理论药物结合 形成理法方药 实用中的一体了 这是一大贡献 商恨论对方基学的贡献呢 还有一个在于 他产生了一大批啊 长多少年来 临床验证 行之有效的民方 所以把重景方 称为经方 他从方啊 并不多了 商恨论后来变为 商恨杂病论变为 商恨论经过药率以后 两个方合起来 区域要重复的 三百二十三个 但绝大多数 长期临床应用呢 行之有效 直到现在 都 中医界非常推崇 非常推崇 同时呢 在这方中间 重景 这个制定了很多基础方 它很多方 属于基础方 对后世方基学 沿着它的 制法和基础方的 指的方向的发展来说 起很大作用 起很大作用 而这一方的基础方 里反映了很多 配物的基本结构 配物的基本结构 我们不管说 这一方临床疗效好 它这一基本结构 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你就是说 像白祖弗林的配伍 他在张仲敬的方里 有一部分白祖弗林配伍 那就到 对这个宋元时代 这段时代 产生的以 白祖弗林配伍的方 那仅仅是 比较有名点的 这个医疾里面的看 那几百克 非常多 都以这个基本结构 从和基础的方计 正对基础的命迹 一些基础的制法 然后再小 是基本的配物单元 配物单元 它有非常多的 而且呢 从它精炼的用药 准确的用量 也反映出 祖方一个 对后世祖方配伍的规律 有很大影响 那这个可以说 那个时代 众警方的 上岸查宾论 这个出现 是个大的飞药 对方济学的 形成和后世的发展 起很大作用 因此人们才把它叫做 方殊之主 不是没有道理的 当然谈到这个问题呢 我们同时也要看到 到这个阶段 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点 但并不等于 一切都不用发展了 实际上宋元时期 产生的一种 这个 古方不能致精命 这个思想 这种口号 说的是太过一点 但也有它的道理 当然这句话出来 以后来形成了 十方派 金方派 在方济学习 运用研究当中的 两大流派 在运用当中 甚至于有一种 互相对峙 应该怎么样 很好的 处理这两方面的关系 这也是我们后面 在讨论到 具体方济当中 一个认真思考的问题 但不管怎么说 到现在 上安杂兵论 它是奠定了 辩政论制的基础 也是方殊之主 容理法方 而为体 产生了一批 对历史影响很大 到现在运用 足够成效的方计 这是它很大的一个贡献 这个 那在 日本人对 中国古代一家 最推崇的张中景 朱丹西 他们甚至于 用重景方 一个药都不变 这也太过 所以他们 称自己 非常崇拜张中景 所以经常提到 跟我们要交流的时候 就说你们怎么把张中景 都方改来改去的 加加减减的 对张中景不尊重 我们就开这小财物 一季 小财物 两季 我说张中景 自己都有加减 因为中景里边 好多方有 对吧 很多基础方 都有加减方法 所以对 《长汉论经过要略》的 学习 研究呢 还应该很好的 深入了 这是 两汉时期的 这两个 我们经典著作 对这个 中医方技学的一个 形成发展的影响 就 认到这里 好 今天就 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